这是我买的两个键盘 这个是这种声音的 但是这个呢 是这种声音的 那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主要是那个我们键盘呢 有分那个轴的 就是通过那个轴的颜色 然后发出不同的声音 像这个 这个很清脆的这个 它是我们可以拔开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轴 就是键盘的轴 这个是轻轴 轻轴的话 它的那个声音就很清脆 干净利落 像这种 这个就不是轻轴了 有点像红轴或者茶轴之类的 我们可以拔开这个看一下 看这个轴的颜色 它那个就不是青青色的 它是另外一种颜色 这个颜色是蓝轴 对 蓝轴的声音就这样子的 就是它没有那种段落感 那个声音有点闷 就是这样 像这个轻轴的话 就像 有点像打字机的感觉 而且它有很强的段落感 就是咔嚓咔嚓的声音 像很多那个程序员 就很喜欢这种声音 他们很喜欢这种 噼里啪啦的声音 这个声音呢 就是很清脆 但是很响 如果你不想干扰你办公室的其他小伙伴的话 你最要就是买这种 红轴 茶轴 或者这个蓝轴 这个就是声音比较小 而且它没有段落感 它没有段落感的有一个好处 就是玩游戏 会更加合适 如果这种有段落感的话 它玩游戏 它可能就会有点延迟 就是它的响应没那么快 这个有段落感的话 就适合那种打字的那种工作者 这个没有段落感的话 就比较适合玩游戏的 这个应该是电竞键盘 这个就是专门为办公室的那种打字类的工作者 设计的这种键盘 这两个都是机械键盘 其实 那么我们看完机械键盘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键盘 其实也是机械键盘 就这个 我拿重来 这个键盘 这个也比较清脆 但是就比轻轴 它这个没有段落感 我们可以拔一个 看一下 这个比较紧 比较难拔 拔这个吧 对 这个是 这个有点像茶桌的感觉 不是茶桌 是那个 这个应该是灰色的 这也是机械键盘 这种键盘的话 是我最喜欢的键盘 既没有段落感 又有打字的声音 就是打字机的声音 又适合打游戏 又适合写代码 或者文字类的工作者使用 那么这里还有个键盘 就是这种 就这个键盘 这个键盘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款 这个也是要清脆的声音 这个键盘呢 其实跟这个键盘有点像 这个会更清脆一点 这个会更没那么清脆 有点像 红轴的感觉 对 红轴 我们拔一个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颜色的 像这种键盘就比较难拔 对 这个是白色的 白轴 这个键盘 唯一不喜欢的 就是这个enter键 这个enter键呢 是这种的 我就 这种比较老的那种键 我就不喜欢 像这种布局的话 我就比较喜欢了 这个 现在基本上键盘 都是这种布局的 这种enter键 这种T字型的 已经被淘汰了 我不太喜欢这种的 这两个键盘是我比较喜欢的 只要是它的设计 比较 我比较喜欢 就是颜色 颜色 只有灰色 就是没那么花里胡哨 这两个键盘 像这两款键盘的话 就比较潮 就是设计比较 比较的符合年轻人的神魅 可能 但是 这四个键盘 我都会经常用 这个用力了 就用那个 还挺不错的 还有吗 还有吗